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明老师要教各位做的这个作品 我们叫做磁符玩具 我们的这材料尽可能选这个比较小的 然后呢 它的瓶口怎么样 比较稍微宽一点的这个 这个宝特瓶 我们来做这个 因为小比较容易携带 比较好观察 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要先将什么 先将我们的这个宝特瓶 这个底座的部分呢 我们先用这个锥子 在我们的宝特瓶的底部怎么样 我们钻一个小孔 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第二个动作 我们把这个踩绳 把它粘成像什么 粘成我们叫米漬 然后呢我们用透明胶带怎么样 把它粘起来 同样的我们正反面全部把它粘起来 这边有没有看到有钓鱼线 对不对 好 我们不要取多长 大概取个多少 取个大概五十公分就够了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利用 利用这个钓鱼线来固定我们的磁铁 好 所以我们先把我们的 钓鱼线粘在磁铁上 好 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磁铁怎么样 把它包起来 用我们的透明胶带 好 所以在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 尽量怎么样 保持什么 保持我们的磁铁的位置 不要任意的什么 任意的移动位置 好 那这个踩绳的下端呢 这边 它这个绳子会比较粗 对不对 好 我们用剪 刚才用的什么 这个锥子 直接用这个锥子呢 把这个踩绳把它划开 好 所以这时候看到 我们的小精灵的部分 已经把它做好了 好 但是问题来 糟糕 我怎么把它塞进去呢 好 这边教各位一个简单的方法 我们的锥子呢 前端 前端 我们稍微留一段长度 这段长度呢 放在我们锥子的前端 然后这边呢 再拿一小端的透明胶带 我直接把什么 钓鱼线把它固定在这里 小朋友们发现 我们的锥子的长度 是比我们的宝特瓶要怎么样 要长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前端的这一端呢 这一段这个钓鱼线 我是不是可以从这个地方 直接慢慢的伸过去 这样是不是很容易就将什么 就将钓鱼线穿过来了 我们利用拉舌的力量 是不是就可以将我们的小精灵呢 直接把它塞到我们的宝特瓶里面去 这个裙摆的地方要我下 对不对 好 这个部分我们先把它完成 接下来呢 我们说既然是什么 磁幅 对不对 我们要让它利用磁铁的力量 所以呢 我们还要准备另外一个磁铁 我们的磁铁呢 一定有一个集会跟什么 会跟我们的这个小精灵会 细在一起 对不对 好 小精灵这个集假如说是N集的话 这边就是什么集 就是S集 对不对 好 我们就用这个集 那这个集要记住喔 我要把它黏在哪里 黏在宝特瓶的瓶口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什么 透明胶带 我就把它怎么样 黏在我的瓶口 好 这一端要把它放在上面 好 放在上面 稍微压一压的时候呢 小朋友会发现 我们这个磁铁啊 选得刚刚好 刚好可以怎么样 进到我们的宝特瓶的瓶口 可是因为 是不是有透明胶带 把它阻挡住对不对 所以它就不会掉下去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再把我们的盖子怎么样 把它合起来 好 这时候小朋友注意看 我们开始把它往下调 好 我再拿起来 小朋友发现 这时候呢 这小精灵是开始什么 开始漂浮在上面 假如我们不要看到 下面这一条细细的钓鱼线的话 小精灵是漂浮在一起的 对不对 好 表示这个距离是正确的 好 这时候呢 我们还是把整个装置倒置起来 拿着我们的透明胶带 小段就好了 把这一段怎么样 黏起来 好 这一段黏起来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让这个多余的钓鱼线 不要随时松掉 当老师这样子拿的时候 你会发现 诶 奇怪 这个小精灵 黄色的小精灵 你会发觉 它好像没有任何的力量去吸住它 诶 它掉了 可是我再把它倒立 它是不是又漂在一起了 所以做这个作品非常的简单 可以让小朋友认识什么 哦 认识什么叫做磁力的作用 所以这个作品呢 我们给它的名称 因为它是黄色的嘛 对不对 它又漂在什么 漂在半空中 所以我们给它命名叫做 磁服的小精灵 3 4 3 4 3 5 4 5 16 6 2